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梅耶·鲍尔出生在法兰克福的犹太聚居区 他的父亲摩西是一个流动的金将和放贷人 常年在东欧一带谋生 当梅耶出生以后 摩西决定在法兰克福定居下来 梅耶从小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智商 父亲对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悉心的调教 系统地教授他关于金钱和借贷的商业知识 几年以后摩西去世了 年仅13岁的梅耶在亲戚的鼓励下 来到汉诺威的欧本海默家族银行当银行学徒 梅耶以其过人的悟性和勤奋 迅速掌握了银行运作的各类专门的技能 在整整七年的岁月里 他像海绵吸水一般吸收并消化着 从英国传来的种种的金融业的奇思妙想 由于工作出色 梅耶被提拔为初级的合伙人 在银行工作的日子里 他结识了一些很有背景的客户 其中包括对他日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 冯·伊斯托夫将军 正是在这里 梅耶意识到把钱贷给政府和国王 要比贷给个人的利润和保险系数高得多 不仅贷款的数额大得多 更有政府的税收作为抵押 这种来自英国的全新的金融理念 使梅耶的头脑焕然一新 几年以后 年轻的梅耶回到了法兰克福 继承了他父亲的放贷生意 他还将自己的姓氏 改为了罗斯查尔德 当梅耶得知 冯·伊斯托夫将军也回到法兰克福 并在威廉王子的宫廷中做事时 立刻想到要好好地利用一下这怎关系 当冯·伊斯托夫将军再次见到梅耶时 也非常地高兴 将军本人是一名钱币的收藏家 而梅耶对钱币的研究更是几代祖传的 谈起古代的各种钱币来 如数家珍 直听得将军是梅飞色舞的 更让将军欣喜的是 梅耶愿意以很低的折扣 卖几枚罕见的金币给将军 很快冯·伊斯托夫将军 就把梅耶当作了自己的知己 公于心计的梅耶 很快和宫廷的重要人物熟悉起来 终于有一天 经冯·伊斯托夫将军引荐 威廉王子召见了梅耶 原来王子本人也是金币的收藏家 梅耶用同样的手段 很快就让王子对他青睐有加 在几次以低价卖给王子 稀释罕见的金币之后 王子也觉得不太好意思了 就问梅耶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梅耶不时时机地提出了 想要成为宫廷正式的代理人 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1769年9月21日 梅耶在自己的招牌上 镶上了王室的顿徽 旁边用金字写上 M.A.罗斯查尔德 威廉王子殿下指定代理人 一时间梅耶的信誉大涨 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威廉王子本人呢 在历史上是一个适才如命的人 在18世纪的欧洲 以租借军队给别的国家 来维护和平而出名 他和欧洲各个王室都关系密切 尤其喜欢和英国王室做生意 英国由于有很多的海外利益 经常需要用兵 而自己的军队数量不服使用 英国出的钱较多 也很少脱窃 所以和威廉王子一拍即合 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时 华盛顿对付的德国士兵 比英国的还要多 威廉王子由此攒下了 欧洲历史上王室最大的一笔遗产 大约相当于两亿美元 难怪人们称他是 欧洲最冷血的贷款鲨鱼 投身于威廉王子的帐下后 梅耶尽心竭力地把每件差事 都办得尽善尽美 因此深得王子的信任 不久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 革命的浪潮 从法国逐渐向周边的君主制国家蔓延 威廉王子开始焦虑不安起来 他越来越担心 革命会在德国产生共鸣 暴徒们会洗接他的财富 与王子的想法相反 梅耶却对法国革命非常的高兴 因为恐慌导致他的金币生意量大涨 当革命的矛头指向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 德国与英国的贸易中断了 进口货的价格飞涨 从英国贩运商品到德国贩卖 使梅耶很赚了一笔 梅耶一直是犹太社区非常活跃的领袖人物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 当犹太教堂的礼拜结束之后 梅耶总是会邀请一些最具智慧的犹太学者到他的家里 他们聚拢在一起 一边慢慢地喝着葡萄酒 一边详细地讨论 做一些事的顺序 直到深夜 梅耶有句名言 在一起祈祷的家庭将凝聚在一起 后来的人们始终是闹不明白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罗斯查尔德家族的人 这样执着于征服与权力 到1800年时 罗斯查尔德家族 已经成为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家族之一 梅耶还在这一年 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授予的帝国皇家代理的称号 这个称号 是他能通行帝国的各个地区 免除了加在其他犹太人身上的各种的赋税 他的公司人员还可以配备武器 1803年 梅耶和威廉王子的关系日益密切 使梅耶的势力大大的跃上一个台阶 事情是这样的 威廉王子的一位表兄是丹麦国王 他向威廉王子提出想借一笔款子 威廉王子怕漏付就不愿意答应 当梅耶得知此事之后 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向王子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 由王子出钱 梅耶出面协商 以罗斯查尔德的名义给丹麦国王贷款 利息梅耶可以提成 王子仔细地想了想 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既能放贷收钱又不会漏付 对于梅耶来说呢 放贷给国王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不仅能得到稳定的回报 更是提高声誉的绝好的机会 结果贷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紧接着又有六笔丹麦王室的贷款 通过梅耶成交 罗斯查尔德声名雀起 尤其是他与皇室的密切联系 在欧洲开始为人所知 拿破仑当政以后 曾经试图将威廉王子拉到自己一边 威廉王子手术两端 不愿在行事明朗之前选边站队 最后拿破仑宣布 要把赫斯凯瑟从欧洲的统治者名单当中 清除出去 随即法国大军压境 威廉王子仓皇地流亡到丹麦 出逃之前将一笔价值三百万美元的现金 交给梅耶保管 就是这三百万美元的现金 为梅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财富 成为梅耶铸造其金融帝国的第一桶金 梅耶有比建立一个英格兰银行要大得多的雄心 当他得到了威廉王子这笔巨款的时候 他就开始点兵潜将了 他的五个儿子向五支利剑射向欧洲的五个心脏地区 老大阿姆斯洛镇守法兰克福总部 老二索罗门到维也纳开辟新的战场 老三内森被派到英国主持大局 老四卡尔奔赴到意大利的纳布勒斯建立根据地 并作为兄弟之间的信使往来穿梭 老五詹姆斯执掌巴黎的业务 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帝国 拉开了帷幕